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推出的路灯任养活动 岁末年终之际呢 各界的爱心还是不间断 温情姐妹会在之前捐赠了10万元 任养花莲市明年度100展的路灯 市长魏佳贤除了感谢爱心赞助 也公开表扬颁赠感谢状 温情姐妹会9名成员 在会长林复华的带领之下 前往了花莲市公所捐赠10万元 任养花莲市明年度100展路灯 市长魏佳贤除了感谢社会爱心赞助 也公开表扬颁赠感谢状 感谢会市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温情姐妹那个林副华会长召集 那么在那个中文秘书长的这个规划之下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让姐妹们 贡献一点点心力来做花莲市的 这个路灯捐赠 这个是我们的荣幸 那我们今天谢谢温情姐妹会 还有我们中文卿 我们过去花莲市政府的秘书长 那特别的与姐妹会一起来捐赠我们路灯 与赞养路灯 其实温情姐妹会过去也对花莲的弱势 或者是我们花莲市公所有需要的地方 都大力支持 那这次赞养路灯 也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后来支持花莲市公所的公共政策 那同时也在刚会议的部分也在给公所很多的鼓励 跟对我们公共政策推动的过程里面给予很高的肯定跟支持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些更多符合民众期待的地方 那今天也要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温情姐妹会 那人家说照桥铺路给人家一盏光明的灯回家都是一些散举 那我们也谢谢他们愿意让一些往回家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路灯 那照顾每一个花莲市市民 花莲市公所111年度路灯任养活动 在11月份开跑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000盏路灯完成任养 而市长回家先表示 无被劝也能使用在捐赠路灯任养上 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 让爱照亮夜归学至市民回家的路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